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其实我们现在讲到了 就是强国之间的关系 我们就要带您来看到了 现在美中俄三方的关系又是怎么样的 好 原因是因为呢 在这个星期 普丁应该就会来会晤习近平了 因为他们讲年末的时候 要有一个视讯的会议 那适当的时候呢 克里姆林公说 他们会在公布具体的细节 其实呢 从2022年年底12月底中期开始 我们就一直听到了 中俄他们之间的频繁的有所互动 包括呢 先前又举行了一场海上军演 然后呢 他们的前总统梅德韦杰夫呢 是以当主席的身份 去会见了习近平 还带去了普丁的亲笔信 然后昨天的王毅又讲了 跟俄罗斯之间关系坚弱磐石 其实现在大家就在讲 普丁他到底打什么样的算盘 好像是要搞一个抗美圈 好 基本上 可能会讲到的就是脱美啊 还有就是货币等等的议题 所谓的美元这件事情 去美元化 从上合金砖到土一峰会 普丁已经讲了2023年呢 他还要继续的买进人民币 因为呢基本上啦 他现在在跟中方的交易 已经越来额量越来越大了 把这个饼做大之后 是不是某些层面来说 就稀释掉了美元化这么一件事情呢 而拉夫罗夫他们的外长也说了 说他的观察是在目前疫情过后的复苏期间 西方将会失去世界经济的引导力 甚至双方呢在军事方面也多所合作 说希望呢能够开脱更不一样的一个联运方式 中方最近则是有一些些的变动 最主要原因还是 他们在今天有宣布了一个最新的政策 就是他们决定要跟病毒共存了 入境者1月8号之后呢 是没有必要再来接受检测了 那么感染者呢也不再隔离 现在已经不叫新冠肺炎 而是改造新冠感染 好 基本上呢从白纸运动之后 现在他们开始慢慢的开放 到1月8号之后可能就是全面性的开放 甚至连名字通通都改了 那习近平的讲法呢 他是在放弃清零之后的首次公开谈话 特别提到了要开展一个爱国卫生运动 但是对此因为中国人多 所以呢现在有可能会影响到其他的国家 包括了印度、韩国、意大利 都已经说了要加强对于中国旅客的检疫 那内部呢则是陆续的传出 说有蛮多的这个人士是在这几天呢 接连的离世的 所以呢大家就想问这一波的疫情开放 有没有可能对于他们内部造成一些的影响 毕竟在明年度很多人还是期待说 他们会是一个经济上面的领头羊 好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在今天他们也公布了 2021年的GDP最终核实数字 说是有成长了8.4% 那是很高的一个数字了 明年的话呢 虽然全球经济衰退 但彭博这边的首席经济学校特别讲了 他们的预估中国的部分GDP还是会保5%的来到5.7% 对比美国是0.7% 更不用讲欧洲的那些国家了 所以在明年的这个态势来讲 可能中方还依旧是世界经济的领头羊 可是现在中美双方的科技战 大家想要知道的是明年会如何发展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呢 现在就担心是有所谓的回力标啦 在华为他们现在已经秀出了 他们的专利要力拼艾斯摩尔 那外媒就很酸了 说有专利就能做得出来吗 因为他们现在要自己全面的来开发半导体的事业 金融时报说法是说 基本上你美国怎么样封杀 北京是没在怕的 他们现在要做一个是晶片战略 全方位性的 而且是从原料开始 最近呢纷纷传出科技大厂 投入了能源领域 华为在挖煤 百度在开矿 腾讯阿里在发电 大家已经开始想要掐注的就是 电动车的命脉 那当然啦作为美国的盟友日本的方面呢 他们也开始挖稀土了 希望能够降低对于中方这个稀土大国 目前全世界最大的稀土大国的一个依赖性 可是除了有原物料有技术之外 最重要是人才啊 在这一波美国对于大陆的这些专业人士 已经开始有产生一些人才的推挤作用 好传出有1400位的华裔学者 已经开始回到了大陆寒蝉效应出美国了 而另外呢 甚至还有华裔的物理学教授讲了 说呢他们被诬陷 所以在美国的智库现在有个最新民调 说先前的这一波 其实呢是有75%的人是视中国为敌的 可也奇怪了 怎么最近在11、12月 说呢美国全球下载这个第二量 最大的竟然是什么 是TikTok11月的时候抖音下载 是全球下载量的第二 那美版的拼多多TEMU四个月而已 下载次数已经破千万次了 是目前美国APP里面的冠军 所以大家就想问了 到底在科技上面的对峙 在经营员以及金融商业上面 他们是真的会完全的对峙吗 当然回过头青椒帅将军 最重要的就是中俄之间 他们又要开始在进行 另一波的高层会晤了 您怎么样来看 当然这个俄罗斯现在打 这个乌克兰战争也打得蛮艰苦的了 因为它的传统武器 大部分已经在战场上耗得差不多了 那经济封锁 当然是没有完全能够达到封锁俄罗斯的目的 但毕竟战争是全世界最花钱的东西 所以这个时候 他跟习近平之间的合作是必然 因为这个存亡此寒 美国很早就标定很清楚 搞完俄罗斯就是搞你中国 所以你看习近平面对的 已经明明白白下一个目标就是中国 所以现在他能够跟俄罗斯背靠背的话 那将来俄罗斯不垮 他也有一个坚实的盟友 所以你看 现在全世界外交战 经济战 科技战 金融战 包含军事作战 五个领域都在打 那军事作战只是到目前还没有爆发 那习近平能不做准备吗 而且俄国跟中国两个是互无关系 中国粮食永远是不够的 能源也是不够的 俄国是有出口的 那么俄国缺少的是民生物质工业用品跟资金投注 所以这两个当然是一拍即合 不管你普京跟习近平私交好不好 那是个问题 国家的安全战略需求 它两个一定会站在一起 所以今天中国唯一就是说 从战前一开始 俄欧一开始 美国就在警告中国你要中立 因为认知作战里面把俄罗斯打成邪恶 现在你稍微做点动作也就是邪恶 所以这些问题习近平在拿捏 那现在在上河会议完了以后 世界的盟邦已经被中国拉得差不多了 拉得差不多 现在就是说他们为什么合作呢 就希望俄罗斯不要在核子作战里面突破这个门栏 这个门栏就会引起世界大战 所以这个东西在拿捏了 所以你看俄罗斯现在已经开始在用温压弹 温压弹可以燃烧到三千多度的高温 就是我们以前讲的油气弹 这是仅次于核子武器威力很强大的 第三个老本要掏出来了 这个战略轰炸机浅舰什么都出来 那这个已经快要到美俄之间的一个红线的底盘 所以这个世界局势不好 不好台湾要更要警惕 因为乱中就有人趁乱取这个东西 所以问题我们不是看热闹 也不是看笑话 一定要看自己不要在那里瞎搞 是 赖老师 中俄的关系 我们看习近平跟普丁这一年见了两次面 一个是东奥的时候 年头年尾 对 一次是在上海合作的峰会 然后集团体的时候 普丁因为没有办法去 也不方便去 所以没有见到面 但是之后你看党对党的领导人 也就是梅德伟杰呼 这个俄国的统一党的党主席 跟习近平也在北京也见了面 那么也传了普丁的亲笔信 这次王毅在12月25号的讲话中 对于明年的整个中国大陆的外交布局 对于中俄的关系要再往上拉 也就是说彼此之间的信任关系 还要再往上堆 我个人认为 为什么这次俄国主动的一直在放出讯息说 习近平会跟普丁会面 那么视讯会晤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那如果说视讯会晤的可能性最大 我觉得可能要谈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因为明年 一带一路的峰会在北京 第三届会召开 那习近平会要求这些 一带一路的相关的国家的元首 到北京来 那么大家来一起 那么再确定一带一路要怎么去推 要不要邀请普丁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如果邀请普丁也来了 然后会不会影响到其他的国家 如果大家都没有问题来了 那事实上俄国的外交困局 就在这个时候就解开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层面 另外它连带出来的就是俄物的冲突的问题 那要不要先停战 你说马上弹劾的可能性不大 你说要俄国撤军的可能性也不大 但是目前来讲双方都打得筋疲力竞 其实北约欧盟的相关的国家 也是打得筋疲力竞 他们给的也都已经差不多 快要无力负担了 要不要停下来 如果暂时停下来 也不是一件坏事 那所以我觉得很多的层面 都一直在走 那很明显的 明年中国大陆的外交 会有一个全面性的一个做法 我觉得王毅的一个宣布 就是全方位的外交明年就展开了 所以很明显的明年的外交的主场 可能已经不是美国了 可能是习近平 我觉得这是中国的主场 外交可能就在明年会全面铺开 那就在外交铺开的时候 你看这个全面的解封 跟这个就有关系了 您提到了有关于中国大陆的GDP 因为全面解封 原本的GDP的预估就是3.6% 解封以后最保守的估计是说 GDP会增加1.6左右 那就是5.2了 现在有人更乐观地认为 突破6%的可能性都有 可是你看相对美国 它由于通货膨胀的关系 经济衰败 那欧洲的因为能源问题 经济衰败 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经济 如果一起来的话 也会变成一个火车头 那当然各国往中国大陆 靠的激励就越高了 是 来 黄老师 我觉得这个中国大陆的经济成长 确实解封是个很大的变数 所以如果各位注意到今年 不是 这个月大概20号左右 世界银行企发布了一个预测 它对于中国大陆的 今年的这个经济成长 它只下修到2.7 那刚才赖老师说 这解封之后可能会到 增加1.5 1.6 所以应该会到3点多到4之间 那这个跟世界银行的预测差不多 世界银行的预测差不多也是4.3 就是明年 但是这个解封确实是个很大的变数 因为我们也看到中国大陆宣布 在明年的1月8号可以自由进入中国大陆 可是它是不是疫情的这个管控可以向中国大陆官方那么的顺利 然后疫后经济就一路的复苏 这个我觉得真的是要稍微做一下思考 不过很明显的就是看到了中国大陆官方或许 他们认为说这个动态清零实在是成本过高 我看到一篇报道上面说 这个经济学家的估计 可能这个动态清零大概花了一年大概是这个 6800亿到6900亿美元的这个一年的为了动态清零 包括你看那个核酸检测各式各样的东西 所以中国大陆他大概也在想说 是不是该改悬议策的时候 因为这个68006900亿美元的规模 我印象中应该比一个欧洲的中等国家 一年的经济规模还要大 所以如果有这么大的一个规模的这个损失的话 中国大陆他既然疫情也挡不住的话 他自然会多一点的这个开放 那另外我想说顺便讲中国大陆这个研发的这一块 特别像华为这个 其实各位如果知道的话 全世界研发经费投入最多的两个这个要角 一个当然就是美国 第二个就是中国大陆 而且双方的这个经费其实差别不大 我们也要注意到就是研发经费的投入呢 其实很多时候他大部分是投入到研发的人员 他的薪水那也算研发的一部分 那我们也都很清楚啊 美国的薪水很高啊 但中国大陆的薪水相对就是比较低的 所以或许你这样推算的话 可能中国大陆把研发经费用在研发 薪水之外的这些地方 他可能会比美国用在人员薪水之外地方来的还要多 所以你看到华为的这个研发经费大增 这个这么多其实我觉得不用太意外 然后这两边反为什么美国对中国大陆现在如此忌惮 我觉得研发经费的投入 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 让美国不得不小心中国大陆快速崛起 未来来不及反应 好其实我们刚刚很多的嘉宾都有提到 明年最大的一个影响因素是什么 除了疫情之后的解封之外 最重要的其实还是俄乌战争了 这俄乌战争的确实目前对于欧洲来说 已经快要平临进入一个崩溃模式了 在欧洲的明年说要狂发债 这规模可能达到1.2兆欧元 关键数字是什么 关键数字是GDP呢 持续的还是往下降到3.3% 而且呢他的通膨还是高距于9.3% 9.3还不是最高的 很多人是比9.3还要来的高 而且呢这救济人数呢也增加了4成了 好现在英国还可能像日本一样进入所谓衰退的10年 因为目前呢他们什么都在涨 那薪水没有涨怎么办 英国的一个取暖银行就变成一个避风港了 甚至很多人是出来抗议的 因为劳工们说我们明年的薪资可能就会变成 退回2006年的水准 那在德国的部分呢 他现在其实是这样的 他现在呢就连消息都出来讲 说是濒临了极限了 什么意思呢就是 现在因为没有能源的关系 所以从学生到生病的病人 到甚至呢你日常的生活 通通都是濒临极限 所以呢就让他们反对党的主席是怎么讲的 说欧洲是需要一个整体对华的战略 是不能完全脱中的 而法国的部分 现在在前几天的这个巴黎枪战 目前是已经变成了一个街头上面的抗议冲突 而且蛮大的一个抗议冲突 那么现在土耳其是已经召见了法国大使表不满 说你们现在到底对库德族有什么样的一个意见呢 你们是不是在这个这一场事情的处理上头 法国的政府你们的立场到底是什么 另外一件事情则是了俄乌战 我们刚讲了对于欧洲这一连串的影响 最大原因还是因为是俄乌战 那12月26 普京呢昨天才刚刚去明斯科 会见了白俄罗斯的总统卢卡申科 当中呢 他有说要宣布一个重大的国防消息 是什么东西 在这个时候突然讲 是说战事要有转折了吗 因为俄国有专家讲 在明年可能俄美是处于直接军事冲突的边缘 而另一个部分呢 则是美国突然有一个陆军上校跳出来讲 说基本上现在军援乌克兰这些重武器 可能他们不一定会用 那也许会由英美等国的9万名士兵 扮成乌克兰军直接来操控 至于呢 在普丁的内部呢 则是在俄罗斯这边传出 说竟然呢 常常会有军工业的人士莫名的身亡 甚至还有前驻北约的军事代表离世了 到底他们内部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其实在这一战 对于乌克兰来说 他们现在也传出了 说愿意二月的时候来场和平会谈 可是真的是有可能谈吗 好原因是因为金融时报在讲了 说乌军呢 其实是伤亡惨重的 而另一个部分呢 则是乌克兰的官员也提到了 说他们认为啦 美国呢基本上最快2023年会放弃支持乌克兰 而乌克兰这边呢 他们其实在同一时间说要和谈 同一时间却也说希望把俄罗斯逐出联合国 大家就想你们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呢 因为你看看我们刚讲了他们的外长说要有和平峰会 可另一部分呢是真的要放弃调停 还是要什么样的一个左右摇摆 因为同一时间他们也想要来摧毁伊朗这边的无人机工厂 甚至要扣押供应商 让伊朗这里是非常非常的反对的 来请教赖老师你怎么看 我觉得现在的欧洲美国的局势真的是很混乱 也包括俄罗斯的情况都很混乱 确实是如此 而且情况是越来越糟 你看现在欧盟 他整个欧洲的国家的通货膨胀实在是太高了 高到欧洲人也都觉得这是一个危险了 所以他必须要欧洲央行要省息 可是欧洲央行要省息 想把这个热钱把它冷下来 但是由于这个经济的衰败 每个国家的财政都有很大的困难 那又必须要去发这个公债来去纾困 那你发公债来纾困 那你一旦省息以后 他公债的利息就更高 而这个公债拿出来以后又丢到市场上 那其实钱又跑出去 担心变成新欧债了 又变成一个新欧债 那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矛盾的一个情况 确实是使这些经济的财政的决策者 他们面临两难的一个困境 因为通膨一直降不下来 美国其实通膨有好一点 可是也还没降下来 大家都知道这陷入一个很大的困境 那英国从脱欧之后 英国当初也没想过脱欧的情况 副作用会这么的大 那英国现在也一筹莫宅 那他本来寄望于美国给他自由贸易区 自由贸易协定美国也不肯给 所以英国现在又陷入 因为他英国先追随美国 断了跟中国的关系 本来英国跟中国大陆 有黄金十年的这个协议跟合作计划 可是美国要求英国要追随他 那么跟中国大陆对抗 那英国就完全追随美国 断了跟中国大陆的黄金十年的协议 又脱欧 这也是满足美国人的期望 好那么结果美国什么也不给他 那这样的情形下英国整个陷入困境了 因为他跟中国大陆也很难回头 可是往美国这边要 美国也不肯给 美国也没有能力给 我觉得英国也被处在那个地方 所以大家才会估计说 英国可能会衰败十年以上 那欧盟也好不到哪里 然后美国现在的通膨也还没解决 经济还是处于严峻的一个状态 所以整个情况下我们看到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混乱 那当然大家都希望说 俄乌的冲突尽快解决 可是看起来要解决的难度又高 那乌克兰又提出不切实际的主张 说有联合国的秘书长 联合国的秘书长能做什么呢 俄乌的冲突其实就是大国说了算嘛 你北约欧盟美国 那么大家俄国 中国大陆大家坐起来一次谈定 其实乌克兰的空间是没有的 其实是大国说了算 好现在有个最新的消息 就是刚刚发布的 梅德韦杰夫他有个新的职务了 他去担任这个俄罗斯的军工委员会的副主席了 而且是第一副主席 等于是普丁之下就是梅德韦杰夫了 也就是您刚刚所提到的 很多的军工企业的这些人 他们发生了很奇怪的事情 那这些情况下 现在由梅德韦杰夫来整个统合军工企业 那也就是说一定要把俄罗斯的军队 所需要的武器装备要供应得上 那一旦要供应得上 你看新训练出来的30万大兵 明年冬天一结束 有20几万要投注战场 那么已经先有一部分 8万多的人已经投注战场了 那现在20几万 那个新兵不是真正的新兵 他们是当过兵的兵在回锅的 那所以这些是有战争经验的 有部队经验的 他们20几万要投注战场 他们的武器装备都要满足他们 那各位想这个时候 俄国的军工企业 他们要凯主马力 可是他的火力一旦够的话 这个战争一打那情况又不一样了 好 一边说二月想和谈 但一边又说 是不是把他提出联合国 然后又一边 其实好像开始重整旗鼓 这样怎么打先进广告 好 我们刚刚讲到了俄乌战之外 其实现在说有可能2023有一场新欧战 好 这个就是科索沃还有是塞尔维亚 原因是因为在塞尔维亚跟科索沃双方 现在是紧张情势加剧 而且你不要忘了今年4月的时候 塞尔维亚才刚刚买了什么 宏旗22还有什么 还有在年底的时候开始跟中方的航线来通航了 所以大家就要问 如果这场仗没有避开真的爆发一仗的话 那中方的态度又会是什么 有可能会影响到欧洲吗 黄老师 这个问题其实从1990年代中期 就慢慢就一直演变到现在 没有解决 我讲没有解决意思 应该最清楚的一个迹象就是 譬如说我们讲科索沃 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没有承认它 它只是 北京在科索沃的首都有一个办公室 有点像我们中华民国在一些没有邦交的地方设代表处 一样的意思 也是维持了关系 可是中国大陆跟科索沃的关系 大概也就是那样君子之交淡如水 但它跟塞尔维亚的关系就真的很好 而且中国大陆官方的立场还是认为 科索沃是塞尔维亚的一部分 所以看得很清楚了 这个科索沃它背后 大概就是俄罗斯跟中国大陆这两个老大哥在挺着它 所以现在这科索沃跟这个塞尔维亚的这个一个冲突 越演越烈 我觉得俄罗斯跟中国大陆也在看 当然可能双方的思考点不一样 但是我个人会猜测 俄罗斯他可能希望 这个这两个地方的冲突再升高一点 让美国比较难首尾兼顾 而且因为塞尔维亚其实他的这个军力是比较强 但是科索沃他有北约的驻军 他有北约驻军在 所以当然情势会变得更复杂 那这时候呢其实又可以变成俄罗斯拿来跟美国谈判的一个条件 因为你要不要把你这个南欧的问题解决 解决的话我俄罗斯有很大的这个发言权 那同时我们看到了这个问题呢 其实有时候我们如果不要看那么高层次的大国博弈 我们看看这个两个 如果把它看成叫做分裂国家 或一个新兴国家跟一个旧的国家之间 其实他们是因为这个科索沃的北边的领土 跟塞尔维亚很接近 那边的人其实很多其实是觉得我是塞尔维亚人 或者我们民族上完全一样的 我不要接受科索沃的统治 所以前阵子我们看到就是包括他们的车牌 因为车牌问题就是这个科索沃的政府说 你们那边的人车牌要改成我们的 科索沃的管理的车牌 那那边人不要 他们觉得我们要塞尔维亚的车牌 那最近包括一些枪击案的问题 还有像这个最近的这个双方的这个人民紧张的问题 导致了塞尔维亚他决定要增兵 从1500人增加到5000人 那这个数量大家听起来好像不多 但是对于南欧这些小国家来讲 特别对科索沃来讲5000人 塞尔维亚的这个特种部队 比较精锐部队 他的参谋中长到前线去了嘛 这真的是一个比较 比较紧张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觉得是不是有个新欧战 或许还没有到那个程度 但是那已经那个火柴盒 那个火柴已经被抽出来了 人家已经准备想点了 我们就看最后这个 最近过年期间的状况会变到什么样子 好其实刚呢黄老师特别提到了 就在边境当中已经出现了一些变化 甚至就连谁 连他的参谋首长都已经来到了边界了 那大家都知道塞尔维亚跟中方关系非常好 而科索沃的后面是美国 如果这双方真的是爆发一仗的话 那大家就会想问 中美之间在这背后两国的后面 又会有什么样新的一个对话 或者是新的一个角力呢 是大家在外交场域上很担心会有的一个新欧战 想刚刚你主播提到塞尔维亚跟科索沃的问题 反正是两个小国之间只要有矛盾 大国的常备管辖就进来 我拿你当谈判筹码 我拿你当棋子 我拿你消耗他 他拿你消耗 所以被牺牲的应该是小国 所以你今天看塞尔维亚和科索沃 跟今天我们看台湾跟两岸是一模一样 好一开始先带大家来看到的是在今天 睽違745天总统蔡英文终于出来开记者会了 不过他又在讲一句话 他说大家今天怎么问题这么多啊 我不是不出来啦 他不用这么敢啦 我会再出来回答问题 其实745天有太多人太多问题想问总统 总统今天为什么出来 因为他要宣布94年之后的一难义务意要延长到一年 同时他讲说什么 他说为什么他今天要出来宣布这件事情 因为责任重大 他讲很艰难的决定 但他一定要做这个决定 而台湾如果够强 其实就不会变成战场 他其实在宣布的时候 他有个前后文的 前文是讲到Christmas圣诞节的时候 很多人还是在坚守家园乌克兰人 后面讲到了在亚洲中国扩张持续 所以军演之后威闭情势更明显了 来讲这个前言 甚至还放了一个丘吉尔的名言 叫做战争中趋入过后 还是得面对战争 好这样子来讲 带出这么一个 一难的义务意要延长到一年 可是他也讲说 现在我们有对于大家的福利 薪资有改善 以前是6000块而已 现在翻三倍变成了23200块钱 网友就讲了 比我以前当颁奖都还要多 不过没当兵的都9万了 又想酸谁呢 其实在这一次 比较特别的是他告诉我们 关关国际接轨 所以要导入一个新制的训练 好类似国土防卫部队 这个又是不是和我们觉得 好像跟美国的制度是相对的会比较像呢 而其实过去民进党是怎么说的 先前他其实告诉我们 四个月很够用啊 为什么要延长 那那个时候他们的委员也曾经讲过什么 他们曾经讲过说 你看陈廷飞说了 说挖人克难中啊真的是太残忍了 会让人家不敢当兵 然后呢 叶金灵呢 他也曾经讲过说国军的体能标准太过于严格了 马政府时代他还要告马英九虐杀了 那现在呢又该怎么讲呢 采海兵凶战围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对于目前现在剩半个月就要学策的这一些94年次的男生来讲 他说哇 明年我一月中就要来考学策 现在这个时候告诉我这件事情说我当兵要变成一年 还真是一个大礼包咧 感谢政府 其实目前我们TVBS最新的一个民调显示 说呢有75%的网友对于国家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是没有信心的 原因是因为呢 很多人讲了有太多的问题需要厘清 就是你里头志愿意的人会不会因此而人力反而更缺呢 因为你现在如果义务力有这么多的人的话 那对于志愿意的人他真的他的人力要放到哪里去 你经费够用吗 你的演训场地够吗 好这一些种种在刚刚的记者会都有人提出 但是呢对于记者来讲大部分人会认为我没有得到一个比较直接或者是全面性全盘性的回应 那也有人讲了说其实军方后讲到延长兵役这件事情是11月就拍板了 但是为什么那个时候不讲传出啊说 国安会议然后呢中午跟执政党的委员吃完饭之后才出来开记者会 大家说这个呢就是比照美猪模式要进行党内的沟通才出来来做一个全盘性的规划 这个时候745天突然出来开记者会有人说是不是跟美国有关系 好特别的是在昨天71架次的共击呢 还有7艘次的共建扰台 白宫又开始有官员匿名官员出来讲了 说你看看解放军啊现在这些行动太多了会有误判风险 会破坏和平稳定 甚至呢还有这些智库的人跳出来讲 说不要再逼习近平了 我们要打的是持久战 一直以来好像在帮台湾定掉一些事情 过去被说弃台论的一位国际关系大师叫做米尔斯海默 现在突然跳出来讲 我没有说过主张要放弃台湾 还说了美国要力保台湾的实质独立 这一些时间点上大家都要问 在这个时刻蔡英文出来说话又是什么原因 而目前呢联合报的社论也提到了 说国安外包 大家是不是觉得有一种外包美国的感觉 对于百姓来说 当然啦我们想知道就是我们的孩子的问题嘛 我们孩子送到兵方里兵役里头去服兵役 不是不行 是能够安全吗 是现在在我们的整个国际氛围之下 在民进党主政的环境之下 到底安全了吗 回过头来请教赖老师 好他告诉我们台湾够强就不会变成战场 说年轻人不用上战场 但是前面讲乌克兰 后面讲两岸 他到底想说什么 上不上战场不是你说了算 强不强弱不弱也不是你说了算 强跟弱是一个相对性的 如果台湾跟菲律宾比 台湾当然比菲律宾强嘛 我想这个无用置疑的 可是如果台湾跟美国比 请问台湾比美国强还是台湾比美国弱 台湾打的赢美国还是打的还是打不赢美国 我想大家帅将军到美国受过去嘛 台湾能够打赢美国吗 打不赢嘛 那打不赢美国 那美国都打不赢中国大陆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推理嘛 美国自己都估算 在东海战区南海战区 美国这么强大的兵力都打不赢中国大陆 那台湾打不赢美国 美国打不赢大陆 台湾打得赢大陆啊 所以强跟弱 蔡英文你不要在那边胡说八道 强跟弱是一个对比的 台湾跟菲律宾 台湾强 台湾跟美国 台湾弱 美国都打不赢中国大陆 台湾不可能打得赢中国大陆 就这么简单嘛 所以战场不是你决定的 战场是大陆决定 我觉得在这点上不要胡说八道的 第二个我要问的一个问题是 你今天总兵力到底要多少 你改真兵了 我们现在有很多年轻人 跟他的爸爸妈妈简直是昏头了 也就是说他的孩子本来有生涯规划了 现在全部都被你打乱了 本来孩子是四个月的兵 他暑假的时候分两次兵 当完了以后 他已经有他自己的生涯规划 结果他现在全部都被你打乱 好那我要问的问题是 你真兵制跟木兵制 你的比率到底多少 明白的告诉大家 你今天真兵的薪水 已经拉到两万多 那你木兵的薪水应该要多少 才能够吸引人 如果你的薪水没有拉高到 足够吸引他 士兵如果你没有拉到四五万块 他为什么要来当兵 他拿两万多就可以了 他为什么要拿三万多 来当一个自愿意义的兵 还当三年 那他干脆不当了 那你木兵的怎么办 好那你又要木 你又要征 那你现在征的是两万多 你木的如果是四万多 那我问你 官士兵的比例结构 到底要怎么结构 军官士官士兵的结构 你征兵的一下子 征那么多了以后 他的官士兵的结构 你的军官够不够用 你能不能满足 这些征兵进来的士兵的需求 还有士官 另外一个部分里面 你如果士兵的薪水 拉到四万多 你的士官跟你的军官 刚刚我讲的是最低阶的少卫军官 你一个月应该要给他多少 六万多还是七万 那请问一下 你的人事行政作业费 占我们的整个国防费用的支出 比到底多少 那你现在又要增加国防预算 你要增加到百分之二的GDP 你这个国防预算是怎么来 你要不要扩大税机 还是要增税还是怎么来 还是要挤掉其他的预算 来也就是说你把其他部门的预算 排挤了以后 拨给军方 把军方的预算拉到这个GDP的百分之二 再用多出来的钱 给这个增募并行的 人事行政费来去填补 是不是要这样玩呢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有太多的疑问 我们都想要知道 那美国 美国摆明了 美国自己都说 现在中美的关系非常紧绷 所以美国现在的立场 这是康达今天说的 他现在的立场 是想办法管控危机 让这个冲突 中美不要直接交战 让中美不要直接打起来 美国都不想打了 都害怕了 然后都想说我要用外交来管控危机 那你今天你蔡英文 你说我们够强 我再强调 你没有美国强嘛 美国都打不赢大陆了 你打得赢大陆 那你说战场是你决定吗 够强就不会上战场 你就是因为不够强 所以战争一定会发生 那难道我们的士兵 我们的孩子就要送战场 那谁把他送进战场 就是台独嘛 就这么简单嘛 你搞台独就是送进战场 是 其实我们要请教帅将军的是 因为先前美国曾经讲过 说我们台湾要做一个什么 四位的战略等等等 然后现在军方人士跳出来讲的 说这一切 其实都不是我们主动发起的 是奉府院高层指示的 然后也有人出来讲说 现在是因为碰到九合一大选 所以才会由今天这个时刻 总统正式宣布 你怎么样来看 他们到底全盘规划好了吗 所以讲兵者国之大事 结果现在被政客的政治操弄 对不对 当初两年兵是谁把它说成一年 那为什么一年情不通呢 带过兵都知道一年的兵没办法用 那我们都是实际带兵的人 所以又改成募兵 那你募兵又不好好做 那个时候如果按照我那个时候的规划 你14年前就给4万块一月的兵募得到 结果管教方法也不改进 银方寿司也不改进 薪水也不增加 所以募兵做得里里辣了 今天募兵做不好了 回头又来增兵 增一年 我给各位观众算一算 一年有几天 365天 365天你周休二日就去掉104天 周休二日104再加52个举光日 就100块60天 那训练中心 基本训练就三个月 或者两个月又去掉90天 到了部队手上只剩80天 你怎么训练这个战场作战 因为训练中心只是做基本训练 你分到步兵装甲炮兵工兵通信 他都有部队的这个衔接教育 还要再重新衔接训练 80天你能练出一个 现代化的战争的兵 那我真佩服 不可能 所以你现在改兵运制度 一年对台湾没有增加战力 你只是让国防部很苦恼 因为这个一年是谁弄出来的呢 是美国一年半以前 我们就听到了 叫非对寸 战法 你要把李启明写的那个书 看一看就知道内容 美国认为 美国对台湾当然很清楚 你现在的装备是 越战到波湾战争时间 美国给的武器 距离现在多少年了 四五十年了 那这种装备 跟中国大陆现在新发展的装备 你能对比吗 所以美国人说 你不能打那个仗 你只能打什么 打纯真作战 消耗作战 游击作战 分散式作战 今天把我们打回原始波罗 那就是大量死亡的意思 这就是拿人命 就跟乌克兰一样 乌克兰一开始就是拿人命换战果 结果还是打苏 美国这个心很恶毒 很早就讲台湾是独立作战 你今天拿我们跟乌克兰比 我们还不如乌克兰 乌克兰还有 老兵可以疏散到乌西 疏散到罗马尼亚 疏散到波兰 台湾老兵往哪里疏散 台北出去新北 新北出去新竹 新竹桃源 没有地方舒坦 好就裹在一起打 裹在一起打 军队也死很多 老兵死更多 所以这个战争的一年的兵域 国防部没有办法规划 你说你征兵开始 募兵要不要废 募兵不废 征兵募兵混在一起 待遇一个是四万 一个是两万 老赖你拿四万 你占两班卫兵 冲锋你去 我给两万 这就管教上你就出问题 对不对 第二个你说什么 国土防卫队 国土防卫队就恢复以前 拿了步枪去 打这个阵地战 你给他盖了碉堡没有 你给他盖了地下坑道没有 那没有的话 这种兵在现代化战争里面 你就是炮灰 对不对 你看乌克兰才打十个月 现在后备动员 已经到了 乌克兰是60岁以上 不能出国 那下面就准备动员 俄罗斯现在也动员到 四五十岁 所以你不要说家长担心孩子 你自己的可能上去 好 来请教一下黄老师 你怎么样来看 因为就军方的观点来看 张静明已经讲了 他觉得这个前后到了 他就是觉得这是美国方面 告诉我们一些指挥方针 那政治性问题 但是不能让我们的子弟上战场 我觉得我们这个问题 先这样看好不好 就是我们先不要看一些 这个刚刚蔡总统讲的一些 技术性的问题 还有包括待遇上的等等的问题 我们先看一看就是说 为什么要延长兵役 而不是如何延长兵役 为什么要延长 刚才两位都讲了 其实很清楚了 为什么延长兵役 就是因为两岸关系 变得很紧张 然后美国人紧张 美国人紧张就叫台湾 你变成刺猬 你变成碉堡 你要强化你自我防卫的意志 我美国的援助才会过来 这就是一连串发生的事情嘛 然后呢 我们发现了 两岸关系的紧张 其实当然不是一个巴掌 就拍得响的 中国大陆不放弃 用非和平的方式 统一台湾 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可是从2016年 蔡英文上任之后 她扬弃了九二共识 她也不要这些政治对话的基础 她又不提出新的 一些可能的政治条件 所以呢 两岸越来越僵 最后就导致今天的状况 所以我们应该是要问说 你要怎么样把这些 隐性啊 炸弹的隐性拔掉 而不是说 我现在要 一个月要给她两万多的薪水 然后我要变成有什么 四大的这个战力的结构等等 讲一些很结构 很技术性的问题 反而忽略了 真正的关键 就是在于两岸关系 那另外呢 刚才主持人提到了 这个把子弟送上去 到底是不是国安外包美国 我觉得这个 我们或许可以问一下蔡总统啊 到底她跟美国人 有没有达成什么协议 或者说交换什么 我个人是没有看到交换了什么 好像都是台湾在付出 或者在购买比较多 甚至呢 有些人在怀疑啊 蔡总统这样子 这么的听从美国的意见 是不是想要换取美国对于民进党政府 甚至对于蔡英文总统自己的一个政治承诺 我对你就是摆一摆顺 请你对我的政府要无条件的支持 甚至我蔡英文不管是在位 或者是卸任之后 如果我遇到什么政治麻烦 你美国要帮我一把 到底谈了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 难怪这个江湖上面啊 这个纷纷扰扰的传言这么多 而且我特别要讲一下就是说 就算一年的兵役 刚衰将军已经讲了 我们的军事的力量训练 其实还是有很多的缺口 还有不足 那特别我还想延续 赖老师刚刚说的这个 蔡总统讲说 台湾强就不会变成战场 我觉得很奇怪 我们前阵子都在讨论 那个哈佛大学爱里森教授的 这个强权的这个战争吗 常常是老大跟老二打 老大跟老二还不够强啊 再怎么强还是打起来啊 然后你再看强权之间 一般的强权 譬如说1904年的日本 跟当时的俄国 在东北打起来啦 也是强权啊 更不用讲说 大国会打小国 所以自己强 跟会不会发生战争 那逻辑上不会有 那么直接的关系 而是说 自己要怎么样去趋吉避凶 拿出军事和政治的 两个管道 去把战争的机会 捡到最小